在国会解散后,超越政党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正式吹响号角。 目前除了槟城州议员受到反跳槽法令的约束以外, 其他州属的重选州议员和国会议员都不受反跳槽法令的约束。 所以每逢大选,我国选民都会提出这样的一道老问题,应该选人还是选党。 今天的专题报道,我们会透过霹雳州308大选之后出现的跳槽事件 来探讨青蛙效应,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是否会继续发酵。 政治青蛙这个词汇在我国政坛并不陌生, 早在1969年以前就出现议员为了个人利益而跳槽的现象。 近期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8年308大选之后,霹雳州的青蛙政治。 当时三名州议员退党,成为亲国阵的独立议员, 让国阵从民联手中重夺霹雳州的执政权。 其实选举是选民对政党和候选人过去政绩的一种评估。 时事评论员张树军指出, 青蛙政治将会其民主政治,是不容存在的政治弊病。 不过张树军认为,随着人民的意识提高, 在第13届全国大选中, 国家的政治格局将会偏向淡化种族政治, 以及是延续308大选后两限制的升华, 青蛙效应并不会起这太大的影响。 当这个人民的民主意识慢慢在提高的时候, 尤其是这一次选举一直在提高的时候, 人民所要选择的除了政党之外, 还有是人的数字,候选人的数字。 既然以前是跳槽过的, 现在人民的思维已经改变了, 他认识已经提高了, 你相信他们还有这样大的, 像以前20年前这样的机会吗? 我不认为。 尽管外界分析, 政治青蛙效应在即将取行的全国大选当中, 不会起这太大的作用, 不过对于选民来说呢, 政治上的青蛙, 他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反感。 就是不应该啊, 就是人民投你这个, 这个人嘛, 然后之后他跳槽的话, 就对人民有点, 人民有点失望了。 我就说很不应该咯, 这些, 不可以, 想着做官司想钱, 但未必是这样的, 要买钱, 有时你要找钱做生意啦, 你不可以说, 哎呀, 人民委托了你, 你又跳过去。 我觉得不应该跳是什么啦, 人民选了他之后, 他又跳去另外一个, 就好像背叛了人, 人家, 不是说党啦, 个人的道德啊, 也是没有了咯。 在选民的立场来看, 议员退党的动作, 将被视为是不忠的表现, 选民们只是会对议员的个人道德标准产生质疑, 并不会对他们离开的政党带来负面的冲击。 南亚商报, 披雳州采访主任谢绝辉认为, 选民对跳槽议员的不良印象, 跟时间点和地区性有关。 他举例, 在华人选区发生辩解事故, 选民的情绪会比较激动, 反之, 其他族群为主的选区则比较不明显。 其实要看地区, 要看地区, 那个两个马来区情况不大咯, 然后, 上次古业区是因为变天过在出现跳槽的话, 变天过在出现辩解的话, 这种感受没这么强烈嘛, 所以他的惩罚性也没这么大咯。 可是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那个时效上, 就是因为你造成了这个政组织, 政权倒台的话, 你的责很大嘛, 现在你在重新再出来的时候, 必须面对选民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是一个裁决了咯。 谢绝辉还说, 在第十三届大选中, 选民可能会利用手中的一票, 反应对青蛙效应的不满, 不过这种现象, 只是会出现在旧选民的身上, 对于手投足并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 因为青蛙效应需要经历和感受。 不管怎么样, 人民代仪式是由人民经过投票所选出的, 它背负着人民的心愿和期望, 无论是从国阵跳去明年, 又或者是从明年转投国阵, 这种政治上的青蛙, 是二杀国家民主的杀手。 RTM黄兆峰采访报道。